列路揮棒每一球都精準打擊 林智勝遠赴澳洲打球 在臉書PO出練習的照片 看似不受出發前 中信兄弟冰封暴的影響 不會被打倒 也感謝球迷的支持 但周刊爆料 林智勝曾經透露 有教練告訴他 有人要搞他 要他保持低調 而這個人可能就是恰恰彭正銘 因為林智勝對於同樣是 內野位置的恰恰 造成排擠效應 導致恰恰的打擊數變少 注意看他最後那隻手 其實他是有一點想要保護林一拳 所以他速度是一個慢下 他最後力量好像都被手腕給吸收掉 恰恰這一顆 好像不太樂觀 8T一場和富邦的比賽 彭正銘和林一拳撞成一團 恰恰粉絲專頁澄清 這才是打數變少的原因 希望林智勝的事情不要牽扯 被爆出搞小圈圈 跟史耐德教練不合 讓孤重量不滿 周刊表示林智勝還寫過悔過書 甚至透過祕書希望求見孤董 但卻未能如願 對此經紀人表示林智勝沒有寫回過書 至於是誰要整他 經紀人回應林智勝 指的是外界和媒體 並不是彭正銘 記者鄭仁宗 許雙方 台北報導 我看見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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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